咖啡都会开始变色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 我们适合比较大的一个活力 或是缩小的活力 都没有关系 可是我跟我的学生常讲一点是 你要调整它 你一定要有原因 获得世界咖啡烘焙大赛的冠军 正在向咖啡爱好者们 介绍咖啡烘焙的历程 为了提升台湾咖啡的特色与品质 并创造原乡咖啡推广的多元性 台湖香公所筹办咖啡评价于首届的咖啡烘焙赛 希望发掘更多的产业人才 烘焙比赛 我们邀请到今年2014年 世界烘焙大赛的冠军赖玉泉先生 来帮我们做一个讲座以及授课 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原住民 在地的咖啡的品质跟特色 希望台湾的民众能够更接受原乡的咖啡 台湖香咖啡产量丰富 而且品质也获得大众肯定 世界烘焙大赛冠军赖玉泉强调 有好的咖啡更需要好的烘焙技术结合 不但可以为优质咖啡更增添风味 在行销推广上更是注意 烘焙的部分原本就是有很多物理和化学的一个关联性 每个环节都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不然糖类啊 蛋白质啊 不然等等的状况 都是需要我们去关心去照顾 所以除了这个咖啡豆生豆的状况之外 很重要一点是在于烘焙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做到它的咖啡风味是最棒的 焦糖化反应是风味是最最香的而不焦苦 这个是我们烘焙应该能够达到的 公所期望培育更多的人才 在咖啡生产烘焙即行销上 但是可惜的是 在学院中仅有少数的当地居民参与 接着割舍屏东泰舞采访报道